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图片来自网络 欢迎参与本委审刊话题 南方周末3月31日转述美媒的报道称 美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特种部队作战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布拉加将军 亲口向美国广播电视频道的记者证实 美军曾在一次军事行动中炸死约300名俄罗斯雇佣兵 相信此事发生在2月份 当时有报道称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 空袭叙利亚北部的续政府军时 炸死上百名俄罗斯人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援报的消息也证实 此次袭击造成了俄罗斯人伤亡 40人牺牲70人受伤 俄罗斯方面表示 只有一名俄罗斯志愿者阿纳尼耶夫 在空袭行动中丧生 随后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修正了这一数字 称此次轰炸 导致5名俄罗斯人死亡 扎哈罗瓦还表示 媒体关于数百名俄罗斯人死亡的消息 是典型的虚假报道 当各方消息都显示有数量众多的俄罗斯人在此次突袭中丧生 为什么普京政府却要断然否认呢 叙利亚内战中 大量俄罗斯的雇佣兵参入到战争中 帮助叙利亚政府攻城掠地 赚取不菲的用金 俄罗斯政府对此自然争议之眼 闭义之眼 乐见其成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当时普京即将面临总统大选 如何应对此事成为烫手山鱼 处理不好将影响选情 由于这些俄罗斯雇佣兵并没有合法身份 并不受俄美两国事先签订协议的保护 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 讨回公道 如果俄罗斯大张旗鼓地声讨美国 却又拿不出过硬的理由 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反击 既让俄罗斯微信扫地 又给普京在国内的形象丢分 还不如咽下这口气 美国这一招非常毒辣 不但打击了俄罗斯的士气 也削弱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来说 当时最好的办法只有隐忍不发 暗地里找机会报复 这么做大家既不用撕破脸 美国心里又有数 还不会在国内引发负面的舆情 布拉加将军是美军的高级指挥官 他的这番话可信度应该比较高 从曝光的数字来看 俄罗斯人吃的这个亏还真不小 美国此时放出这条消息 特别是由军人来爆料 背后的用意应该不会那么简单 即中毒事件 俄罗斯遭群殴后 俄罗斯的处境越发孤立 美国此举是想进一步激怒普京 逼他出昏招犯错 按照普京的性格 俄罗斯必将报复 但以普京的智慧 应该不会急于一时 时当的时候一定会有回应 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 西方防俄 若俄之心 丝毫没有因为苏联解体 俄罗斯建立了民选制度 有减弱 接下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 必将更加激烈 神坎话题 普京将以合众方式进行报复 欢迎老铁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